二战后期眼看快要守不住太平洋的日本海军 准备要做出最后一场赌博了 那就是要把战火烧到美国的本土 希望借此来让美国做出让步 他们能怎么做呢 派轰炸机飞到美国上空扔下炸弹吗 太平洋上的岛屿已经丢的差不多了 要是从日本本土起飞的话 飞到最近的美国西海岸 也有7000多公里的直线距离 更不要说超过1万公里的东海岸了 然而整个二战中战斗航程最大的 轰炸机B29空中堡垒 续航也只有5200多公里 那还是人家美国的 既然飞不过去 那能把航母开过去吗 更不可能啊 在珍珠港载了大跟头的美国海军 如今已经把日本盯得死死的 哪还有机会再让它转一只空子呢 于是日本唯一的机会 就压在了隐蔽性更强的潜艇身上 准确说是用潜艇来装飞机的潜艇航母身上了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潜艇航母的故事 提出这个计划的是 那个人人都知道的三本56 它希望打造一支可以携带 多架攻击机的潜艇航母舰队 悄无声息的接近对方的城市 然后发动突然的袭击 接着再潜入海底偷偷溜走 以此来给敌人造成一种巨大的恐惧 但是要完成这项任务并不简单啊 首先它需要有超长的续航能力 能够往返于自家门口 与美国的任意一个海岸边至少三趟 不用停下来加油或者是添加补给 这就是说它需要携带将近200万升的柴油 与能够让船员在海上乘过数月的补给才行 这无疑会增加它的体积 另外呢作为重头戏啊 它至少还要携带两架 后来变成了三架全尺寸的鱼雷轰炸机 包括装在其上的800公斤的炸药 为了让轰炸机能够顺利起飞呢 工程师必须在局处的甲板上 设计出一条弹射轨道 而为了能顺利的回收执行完任务的轰炸机 还得要再另外加上一套完整的回收系统 包括一台看起来并不小的起重壁 这两样东西呢 通常会在二战当中庞大的战列舰和巡洋舰上面看到 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翻翻我之前专门讲他们的视频 好吧 以为这样就完了 其实他们跟怎么把三架轰炸机 塞进潜艇的健身里面比起来呢 还是算容易的 因为一架常见的二战时期俯从轰炸机的翼展 大约是12米 你怎么塞 只能把翅膀给它砍断了塞 所以工程师就需要想办法设计出一架 能够方便的把砍断后的翅膀 再接起来的全新轰炸机装在这个上面 可折叠的机翼确实是个挑战对吧 但日本人还真就硬生生的把这样一个巨无霸潜艇 给设计出来了 并于1943年年初凯剪第一艘次年年底建造完成 起名1400 它硕大无比 长度几乎达到了德国U型潜艇的两倍 宽度也很惊人 为了支撑机库的重量 以及增加航行时的稳定性能 工程师为它设计了一个八字型的抗压外壳 基本上就是把两个船体粘在了一起 结果就是排水量几乎达到了 同时期美国最大潜艇排水量的三倍之多 为了驱动这台怪物 亭上装备了两套动力系统 四台2250马力的柴油机供它 浮在水面上使用 两台2100马力的电动机供它潜在水下使用 顶层甲板的正中间是一个圆柱形的防水飞机机库 长31米直径3.5米可以容纳三架 专门为它设计的可折叠机翼是晴蓝攻击机 这个就可谓是它的独门绝技了 当E400悄悄地接近它的目标时 船员们已经在水下开始为攻击做准备了 他们会让经过加热的燃油持续地流过飞机的引擎 以此来完成发动机的预热 使之随时可以出击 当接近目标时 E400浮出水面 机库舱门被迅速打开 飞机依此来到甲板 接着机组人员启动引擎 装载武器展开机翼和尾翼 将浮童锁定到位挂上弹射器 收了一声压缩空气就将一架飞机弹了出去 然后是第二架第三架 整个过程花费大约30分钟 在内之后E400会下潜回到安全的区域 并在那里安静地等待着轰炸机完成任务后的返航 装着浮童的轰炸机可以降落在靠近前艇的海面上 接着液压壁会提起并回收它们 把它们再度装回自己的肚子里面 当然如果有的时候需要装载更多的炸弹 以及更远的飞行距离 这几架擒蓝攻击机也是可以不带浮童 弹射出去的 只不过在完成任务之后就只能是坠入大海了 这种不可思议的操作似乎到了日本人那儿 就只是一个普通的选项而已 当然除此以外 E400本身也是一艘设计极为出色的潜艇 比方说剑手装着的八个鱼雷发射管 为它提供了强大的对舰攻击能力 甲板上装着五门炮 构建出强大的防空活力王 沿着船弦的两侧装着两套平行的防磁电缆 也就是通电的导体 用来综合潜艇自身所产生的磁场 这就可以消除当时常见的 通过感应船只使过时产生的变化的磁场 来引爆的水雷的威胁 当然最最重要的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销声涂层 由树脂石棉和联合剂混合而成 涂在潜艇身上之后 可以有效地吸收和扩敌方发射过来的声纳脉冲 并同时抑制潜艇内部的机械招声向外传递 有效地增加了潜艇的隐蔽性 是一四百能否成功突破防线 悄无声息地来到美国沿海的关键了 你看够黑科技了吧 难怪美国海军在搅和它之后 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心想要是战争再稍微持久一点的话 后院着火的自己 还能不能一致坚定地拿到最后了 但事实就是一四百连一场仗 都没有打过就被沉到海底了 这其中既有战争进程的原因 也有自身缺陷的原因 我们最后再花点时间来讲一讲 先说战争进程 三本五十六是在1942年年初提出这个方案的 但整整要到一年之后 第一艘一四百才开工建造 而到了这个时候 日本已经开始输掉这场战争了 尤其是在1942年6月的中突岛战役惨败之后 日本已经被美国赶回了太平洋的另一端 原油和原材料的严重匮乏 只让一四百的建造厂大喊接不开锅 第二个主要原因就是主导一四百设计和生产的三本五十六的死了 1943年4月 美军实施了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截杀 将搭载着日本海军大将三本五十六的一式轰炸机 击落在了布甘维尔岛的原始密林当中 于是原本就不太受待见的一四百 如今更是江河日下 从一开始计划中的18艘减少到9艘 接着又缩减到了5艘 而实际更是只生产出了3艘 并且时间已经进入了1945年 结果就是呢 甚至这其中的一艘还没有来得及入列 就伴随着日本的投降而永远销声利记了 这是战争进程的原因 那一四百支撑就毫无问题吗 虽然并没有经过实战 但其实也幸好没有经过实战 否则连一点神秘的想象空间都留不下来了 它的问题其实还挺搭 我们随便捡几个来说 首先就是飞机的起飞时间太长了 理想速度是30分钟放完三架飞机 但实际在打仗的情况下肯定是达不到的 而浮在水面上的一四百呢 就是一个又大又香的火把子 全舰150名士兵都会为此冒上极大的风险 接着要是这会儿真的被敌人的空中飞机发现了 怎么办呢赶紧下潜呗 可惜的是啊 它下潜的速度也比别人慢半拍 于是风险再加上一个指数 第三点呢 就是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放飞机 可飞机也不够蒸气啊 机械故障频发 就这么三架都不可能每次都放全 总有那么一两架会掉链子 你看这一来一去 风险加倍收益减半 真是要给它上了战场 估计也好看不到哪儿去了 好了 这就是潜艇航母的故事了 你觉得这玩意儿 未来还有可能会出现吗 未来还有必要出现吗 我是火箭树 关注每周都会把好玩有趣 又不太一样的科学故事 讲给你听